继续我们要来关心 同样是在八八风灾当中 受到重创的南投县信义乡神木村的龙华国小 其实龙华国小在赫泊台风 还有921地震的时候 都经历过两度销售毁损 又再度重建的过程 没想到这一次龙华国小销售呢 又遭到洪水整个冲毁 其实在水灾刚发生的时候呢 有一群来自台中一中的大男生们 他们就走过险恶的山路 来到龙华国小 协助师生们来抢救一些物品 他们说龙华国小可是我们山上的家 今天我们的岛就要播出环境记录短片 入围的这部作品 18岁的这一年 18岁的时候你在做什么呢 这群大男生正勇敢地付出他们的人生 谢谢各位小朋友 那等一下要介绍的影片呢 老师在现在这边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爸爸水灾把我们的学校摧毁了 所以我们今天才来到这边上课读书 那我们今天还能过来这边上课读书呢 我们是很幸运的一群 那我们非常感恩感谢 家长 社会人士 台中一中的大哥哥大姐姐 他们的协助与帮忙 让我们能够如期的在今天8月31号开学 因为我们一直持续都有在为这边做服务 那我们就想说那因为我们这些毕业生离开学 也还有一些时间 然后大家都是之前有参与过的 然后我们就想说那就号召大家来看能不能帮融化一些嘛 都是有一些数字 这段没有啦是刚好 刚刚那边有一段都是树林然后都被冲走了 整个吗 嗯 整个 一些混合里 然后就被冲走了 所以前有来期待是 河道最普通的状态吗 不是吧 就是河道拓宽的啊 河道就是这样 记录哪年级 哪年级河道不会拓宽 就是都没有山的 小心小心 好好去哪年级 好好去哪年级 所以我们现在要先去哪里的东西 哇啥欸 好巧啊 好巧啊 哈尼阿威 怎么会变这样 哇塞 你上次不能走 天啊 你上次不能走 我上次不能走 他太夸张了 哇 哇哇 你坐好欸 他 你上次不能走 然后说 我上次不能走 整个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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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靠 所以那条路 整个被剪掉了 那条路 那条路 断掉了 那条路 断掉了 哇塞 哇 我发现把东西带走 先把下两个人 一个是步行李 一个是会跟我这样拉拉会站 那现在就开始工作 先把那个手套 水 长袖的衣服都先拿出来 现在部份的人要送行李上去 然后家人要开始到龙华帮忙搬东西出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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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这里还有一个那个小的广场 然后那边是 图书馆的样子 图书馆楼 哎那个 他们的校使馆 然后以前上课就在那个教室里面 下面还有 下面应该 好像还有一层 可是 有 好 在上来之前 我们有先写过一个 澄清书 因为那个时候有听说 龙华要被 废校或冰校就直接冰到同富去 然后我们的考量是因为 从 一个就是距离 因为小朋友夾到龙华就已经需要1.5公里 然后龙华再到同富那边又要大概3公里左右的距离 然后所以这个距离不是一般走路可以到 一定要坐车 那这样又不方便 然后第二个考量就是安全的问题 因为 从 这边到同富 这一整段都是很危险的地方 那哪天雨大一点 然后土石整个崩落了 那小朋友安全怎么办 所以我们那时候是考量这个 我们有写 陈情信去给县长 教育处长 一些民意代表或媒体之类的 然后就希望可以 让龙华续存 那后来县长是有来这边视察之后 他有说 可以让龙华继续存下去 那也是我们很欣慰一点 所以我们得知龙华可以续存之后 我们就想说那我们 为了让龙华早日重现 就是让小朋友也早点有个学校可以念 那我们就想说大家有时间啊 然后也刚好有这个心理要来 所以我们就决定 大家就找一找 然后跟主任讲一下 看有没有什么工作 是我们能帮得上忙的 然后刚好主任这边有需求 那我们大家就互相找一找 都是一些毕业生 然后找了之后 就来到这边 然后来帮他们做一些 就是清理旧校区 把他们一些 还可以用的东西 都清来 暂时教室这边的一些工作 就有点小担心 因为好像灾情开始传出来了 因为之前都是南部嘛 一听到很难投 然后就马上想到 那在电话中听到那个 龙华就喊 龙华的苏貞就喊说 苏貞老师龙华没有了 不晓得就是一个用 他就不像以前在看新闻画面的时候 说那个灾区的谁怎么样 我觉得那个已经不是谁怎么样 那是我的亲人 或是另一种家人 好像受到那个天灾的打击 那种突然就可以感觉到说 靠近嘛 靠近会怎么样影响一个 一个人去看一件事情 就很复杂 我就想说我要怎么跟一中这些孩子交代 然后山上的小孩子怎么了 那我就开始去联系 然后后来我才知道 他们都已经早在开始联系 山上小朋友也会跟三家 大哥哥大姐姐说他们很平安 你们就是用绳子拉嘛 对啊 所以干嘛用你绳子 对 手丢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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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是打绳子 我绳子先接上去 等我 等我 等一下 要把他抛回来就好了 对啊 对啊 就是这样而已 很简单 这个小东西 你看下面还有没有人 有的话叫我叫 好 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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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勾住 好 那好 那好 勾住 好 这个 就这么简单而已 对 那好 那有东西 就把那个定制打掉 真的有 那个人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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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掉 一两个可以一起 要小心 这一位 两个一起来好了 对 看这个蓝色衣服 要怎么爬 你们又怎么爬 真的吗 要这样吧 真的 等一下 先架好 网子先架好 网子架好 先架好 网子没有架好 那没事 好 还有没有输 你们两边真的要先撑好了 是要他平衡 是要他平衡 是这样吗 是这样吗 先这样吧 先这样 先这样 呃 你要不要拉 你们两个两边要实力一样 不然会倒 多拉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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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没关系 继续弄 继续弄 中华国小就是跟现在非常不一样 因为现在一进去是图书寺那一栋没有错 但是他现在他旁边两侧二楼都变成就是都掉下去了 就是 其实 从图书寺这样走过去 那边不是一楼 原本应该是二楼 然后都整个滑下去了 然后 中间原本有一个我们的集合场 叫做扇行广场 然后整个也都不见了 然后厨房啊 什么 操场 还有教室宿舍倒了 然后 操场啊 都整个就都不见了 对啊真的没想到这一次实在是 太伤感了 不过还好 大家都平安 那天几个老师替代 跑得快真的跑得快 我们一直以为这里啦 然后这里的水也没有很大啊 然后替代一本呢 还要睡在那个活动中心 如果那天是晚上发生 那睡在活动中心就没了 真的就没了 没命了 然后还好是黄昏的时候看到那个土石已经 把那个运动场快消掉了 我们在吓到耶 赶快上去拿一个重要东西就跑出来了 拜托拜托 搭便车 他以为我叫他停车 对不起 你可以让我的学生搭便车 我认识你 图书馆长 图书馆长 你要帮我们吗 我们一中的学生来学校 帮我们抢救一些图书的 因为图书最重要 你先带他们上去 到我们活动中心 我们平时下去那里 你会过去那里吗 你要过去那里 老师后面还有一台 没有关系你们几个先搭这台上去 这那个不用搬 那个我再来 你先搭图书馆长的车上去 不用先放着 那里没有位置放了 有人先让你们先上去休息 我在这边有农用车就可以站位 因为家长人说 你们先上去就好了 那个放着你们先上去 先上去休息 对人先上去 快点快点快点 从哪边坐这边 对对 来快点 小朋友辛苦你了 大口就跟你们一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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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我们一下 等我们去说话你夾好不好 等一下 蛤 等我们去说话你夾好不好 我们等一下要打扫 对啊 把你们打扫教室 车上去 切成都 好 一二三 一二三 我自己看拉 好 快点 把我手一下 那这样 要背ah 对 你两个快就布殿了 不要 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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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 小孩 不要 小孩 這是八八水災 然後看到電視上就是很多的畫面 其實我在家都就是看得很難過也會流淚 然後最後就想說那就去 然後去的時候就遇到片中的那些人 然後就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就開始記錄這件事情 這部片子叫18歲的這一年 就是顧名思義就在講一群18歲的小孩子 我拍完他們之後 我回學校就是上網 就問了我所有的朋友說 你記得你18歲那一年在做什麼嗎 然後他們就回答我說 念書考大學就這樣 可是這一群就是台中印象的小朋友 他們剛畢業然後18歲 可是他們做了很多 甚至是我們可能比他們還大的人 我們不敢去做的 那我就問他們你們怎麼有勇氣商 他們就說 因為我們覺得山上是我們另外一個家 那我覺得那就是一種對家的看法 其實家不只是我們所認定的那種家的觀念 現在也一直持續還有在記錄 它上面發生的一些事情 因為畢竟國小倒掉它的重建不會只是一個月或是兩個月 它可能是一年或者是兩年 你呆著旅上 你是誰 你這個人 你這個人 其實也沒想到